台北市警方擴大路檢 对行经车辆一一检查 这时来了一辆满载瓦斯桶的货车 警方攀上货车窗户旁 一刻闻到浓浓酒味 赶紧请证明瓦斯车驾驶下车 实施酒车 经测的酒车值为0.3 该名驾驶102年 也曾经因为酒驾被开单 由于瓦斯车本身有一定的危险性 警方也不敢用脱掉的方式 来移置这辆货车 所以特地找来了专业驾驶 来把这辆载满瓦斯的货车 开到脱掉场 他的大货车满载 这个桶中瓦斯 宛如一个行动炸弹 非常的危险 尤其是酒后驾车 这名酒驾的湖姓男子 训问过后也立刻被移送法办 根据警方调查 他之前就有酒驾记录 没想到现在不但是酒驾 还开着载满瓦斯的货车 在路上满街跑 简直就是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 开玩笑 好在被警方攔下 要不然继续在路上爬爬罩 不晓得会发生什么状况 记者往上回 廖一直海北报导 回到社会上把石头捐设计 好在促乱就 A